開新的專案以後呢 這邊第一個是把素材匯進來喔 所以按右鍵 選匯入素材 匯入素材喔 匯入素材的時候 應該那個檔案是 我放在桌面上吧 我看一下桌面對 這邊有House Alpha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看一下喔 桌面 這個要先解開來 House Road Sequence 夾縮全部夾縮 好夾縮完以後 他會變一個資料夾 在桌面上 你會看到一個資料夾 叫做 House Road Sequence 所以呢 這邊現在把檔案回進來 按右鍵選 在這個地方按右鍵選 Import File 然後再選桌面 選House Road Sequence House Road Sequence 選第一個 這個圖檔 他編號是0000 那這邊有寫一個 Importer JPEG Sequence 他的意思就是說呢 他匯入的是 JPEG的連續圖檔 Sequence是連續圖檔的意思 選第一個就好了 然後把它轉成一個Comp 所以這個影片呢 我們先看一下喔 就是他在 播放的時候啊 他的問題點是在於說 他也沒什麼問題點啊 只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在做電視影集或電影的時候 我們會去背的喔 那這個去背呢 因為他是會上下動 所以我們就是會做一個 會動的去背 所以這個去背怎麼做呢 先拉到最左邊 然後再啟動這個工具 叫Roto Brush Double Click 然後再來呢 這邊點這個東西 再Double Click 快速點兩下 OK 那我們現在呢 先選我們要保留的區域 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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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 還有T按著不放喔 去把它這個挖個洞 挖個洞 挖個洞以後呢 這邊再按空白鍵 這邊還有個問題喔 等一下 還沒有開始喔 你看這邊 這邊還有個問題 這要保留喔 這塊是要保留的 所以 Ctrl Z 剛剛是Alt 我現在是Ctrl網 先回到這裡好了 這裡有兩個喔 所以我如果要保留 我要怎麼做呢 Shift嗎 Shift 喔有耶 Shift就回來了 有沒有 那我要怎麼知道原來的影像呢 這個可以關掉 你看 所以Shift不然怎麼放 OK 那我們這邊再把這個特效給 打開 回到這裡來 哎呀 Shift 怎麼這個都不見了 這個軟體也太扯了吧 Roto Brush 他剛剛不是本來 我看一下Ctrl Z回來 用這個工具 我再畫一次喔 然後剛剛說Ctrl是 Ctrl按怎麼放 可以拖拉變大 Ctrl按怎麼放 嗯 這個 煙囪是不用的喔 然後現在這 這小塊 我要刪掉 所以呢 Ctrl按怎麼放 把這個筆刷調小 然後這個東西我要加 加熱的話就是 保留嘛 有沒有 我現在沒有按那個輔助鍵喔 看起來應該是OK 我們現在先回到Ctrl OK 太棒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 Other Other 好像有了 我看這邊到底是怎樣 應該是Other吧 Other AO T-號 把不要的給刪掉 刪掉OK 好再回來這邊 那這邊還有哦 我們再回來這個 Other 是啊 因為這個就是去背 只是他動態去背 然後這邊還有 所以我回到這裡 滾輪滾一下 然後在滾輪中間 去調一下這邊是 應該是不要的吧 Alter 然後這個是 Control 加畫書左鍵調一下位置 這個是不要的 所以Alter 這個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應該沒問題了吧 我看好現在Control- 滾輪 好這樣可以 這邊呢你就是 空白鍵 空白鍵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搜索 這個叫搜索範圍 搜索範圍可以改 這可以拖拉改 然後我們這邊的就空白鍵按下去 他就會去抓那個位置 但這邊會位置會抓得爛的 就是在這個位置 左下角 但我覺得因為那個 他花時間 所以我就直接給你一個 那個已經去背好的檔案 但是我覺得你最起碼要試一下 因為這個是AE裡面的 動態去背功能 好 你看喔這邊呢我們現在回來喔 回到Cump 你這邊看一下他這個去背功能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播放看看 我不知道他在幹嘛 所以反正他現在正在算哪 這就是 他現在其實已經去背好了 但是我現在已經給你一個檔案 就是已經去背 完成的檔案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 那個交課的檔案 但是你 到時候上 那個要交期末作業的時候 你要自己去去背喔 這我是不會幫你去背的 千萬不要來找我 如果他來找我就直接直接 當掉比較實在 因為這個都沒有什麼 他正在跑啦 因為就是這一個到這一個 要跑很久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反正我這邊現在給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他這一段他就是有去背的 有沒有看到 他只是這個 這一根比較麻煩 但是你沒事 不要拍這種影片嘛 對不對 好來 試一下吧 來吧 來吧 來吧